好,那今天我们讲柴阁解鸡汤 这个也是新量解表药的方剂 柴阁解鸡汤来源于明代一家陶华籍的商行六叔 它是由柴湖、葛庚、枪火、石膏、黄芹、白芷、鞋梗、白勺、钢草、生姜、大枣等十一味药组成的 本方用于外港风行,育而化热 表现为物寒、清、生、热、生、盛、无汗、不痛、木疼、鼻肝、心房碧年 烟肝耳聋、鼻、羊筐疼、舌苔、舌苔薄、脉腹、脉腹、脉腹、微虎 它主要是外港风行症 欲酒化热 当然它还有一些物行的症状 但是发热也逐渐增强 逐渐严重 同时它没有汗 还表现为头痛 眼睛疼痛或者是鼻肝 心房睡不着觉 其中柴虎 柴虎主要解少阳之表 柴虎主要解少阳之表 骨库和白尺ol是杨明之表 葛库和白尺其它就是杨明 Travis 蝦虎虎脚 madre 是杨明 вами 青蛙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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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虎虎腰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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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l 还有继继继生 是こちらガНА 十高还几新内预知热 十高呢 咱们想想的了解过了 十高它是一个新钢大行的药物 它这个钢行的力量比较强大 所以它可以清洁预热 黄氢呢 它是清热造势 用于上浇 上浇的这个热项 它清热的力量也有强 白勺呢 勺药一般是用这个调和阴味 它还可以凉写 这里呢 用它的这个合移泄热的 可以调和阴味 同时还有泄热 钢草呢 它是保护味器 要护阴液的 结梗是消费的 同时有粗生甜品 这个顺略 三姜和大枣 它俩呢 也是个常用的这个药队 对外呢 调和阴味 对内调和品味 生津液 风表里 方中的葛根和柴火 它俩全要 为了柴蛤 柴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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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火白纸 柴蛤 它俩全要清晨化 香火白纸 它俩全要清晨化 它俩全要清晨化 它是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 它是八草 它是一样的 它是八草 因为它是风潸力就化热 所以这个顺略 需要石膏黄蛎的清晨化 柴蛤 配白纸石膏 是一件 仰女的血热 柴蛤呢 配黄蛎 和氏 柴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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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蛎 是蝉蛎 柴蛤 是蝉蛎 和氏 一个 白� ear 代表白添 更是一样的 这是白银 大扫 大扫 白银 都聚乳 她间最后 ward 都是 Jew H 本方属于温,清,病 challenge 有温的 有清的 又温的 温的主要准备搏 而清的呢 准备搏 入里化热 温情病毒 色重于新凉清热 表里同质 色重于输屑臭伤 对于舌红 烟痛热重者 可以加金鱼花莲窍 金鱼花莲窍 七味方向 辟会化灼 可以酥散风热 清热解毒 尿少尿黄者 加卢羹 白毛羹通草 卢羹干含 可以清热神经 白毛羹也是干含 连血清热 通草可以 干大为含 一小便 一方成人和儿童 都可以使用 另外他的方格 柴阁解机 陶氏汤 斜在三盐热氏章 情烧结缸 枪火纸 石膏大枣鱼生姜 这个解机汤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完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点赞 评论 收藏 关注 然后私信我的话 我这里有免费的工医药电子书籍 电子视频免费送给大家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